日翠乡瑞北国校常年推动足球运动 在国内青少年足球坛提出名号 不过由于校内没有正规足球场 就拿神校的操场讲究点用 但场地凹凸不平 草皮东凸一块西凸一块 选手训练安全堪率 校方也提报争取优化场地 期盼上级单位重视协助改善 瑞北国小不论是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国小部的学生还是足球校队选手 在校方常年推动足球运动教育下 每个人足下功不了得 女足队更提下今年全国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冠军成绩斐然 我爱一下的妹妹跟上载 想得分 想得分 那得到真的球进了那一刹那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那怎么带领团队去拿下那个冠军 合作默契 哦 那你有踢进球吗 有有 那现在把冠军拿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代表花林县出征全国足球大小赛事 表现亮眼的瑞北国小 也在国内青少年足坛上提出响亮名号 然而校内没有正规的足球场 最后只能以学校操场当训练场所 但是场地凹凸不平 草皮良又不齐 选手们的训练安全堪虑 我身后的是我们瑞北国小平场孩子训练的场地 足球场地 那各位也有看到我们场地稍微这里有草坪 那一片没有是凸一块的 那我们学校在这次啊 今年也特别召开了我们的校屋会议 来一起来讨论我们学校是不是要申请体育署今年度的我们球场的整建计划 那老师也同意通过要申请这样的计划 我们也把相关的资料报送到往县政府这里送了 就期待能够 瑞北有这样子的福气 能够被我们的长官核定下来 让我们能够改善我们的运动球场 然后让我们有提供给孩子更好更安全的运动环境给我们所有的孩子 为了提供学生以及足球选手们一个安全的运动场域 校方也积极向上级单位反映提报争取改善计划 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的支持协助 共同建构一个安全且标准的足球训练场地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